雲端的試算表 所以你Google硬碟裡面有這個功能 表單做好之後 你填完資料呢 馬上就會放到 Google的試算表裡面 那我可以知道說有誰填寫了 並且他會自動幫我產生圖表 這個好 這個方便 我覺得這個功能其實非常方便 因為我可以很快你們填什麼馬上可以更新 那另外當然這個檔案他也可以下載成Excel 也可以在Excel做後續的 做統計分析 那第一個當然我們要了解就是 總共有23個同學填寫 有26個好像有三個同學沒填 那之後可能盡量再補上 第一個稍微了解一下我們這班 主要的 同學程度呢是落在哪一個range呢 OK看一下 這個 這個是入門 也就是僅值會基本的操作 好像一半以上 所以如果你選這個 這個 你選的是 這個 的話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反正你就要比別人多時間 我剛剛講過了你一定要多留一點時間 那課後的話呢一定要再練習 OK 或者甚至 如果上班 有類似用到類似的東西 你也可以把它 再做練習 反正就多做 多做練習 那進階的同學的話 那 大概也 也接近快一半 所以我們這班剛好 一半是入門 一半是進階 然後有一位同學 有一位同學是高階 那如果是高階同學呢 假設我們課的內容 你覺得太簡單了 沒關係還有其他練習你也可以 先往前推進 OK大概了解一下 再來的話呢我們 上課希望以哪部分為主 那我大概提了幾個方向 不過有一些其實是比較困 比較進階的啦 當然大部分同學當然會希望說 能夠做一些 比較高階的應用 不過 在你使用高階的功能之前 恐怕你那個入門的部分要先學好 所以我們還是按部就班 那我們來看一下大家最想學什麼 這個 VBA進階 的那個設計 跟表單 那當然你要VBA進階 之前可能要 還是入門 那表單設計我們應該我們會有一個例子會講到有關 怎麼去設計那個 這個這個ECL裡面的這個表單功能 OK然後再來第2個 這個17個 跟資料庫 那當然 ECL部分跟資料庫的關聯 當然 幾個方向 第一個 直接把ECL當資料庫來用 因為本身ECL就具備有類似 資料庫 的欄位形式 跟橫向就一比 所以基本上其實拿ECL來當資料庫 其實是OK的 但是他有個限制 就是2007以前的版本 他最多只能放 6萬多筆 橫向的 列最多6536 可是2007的版本以後的話 就有1048576 100多萬筆 所以基本上100多萬筆拿來放資料 應該我想還是基本上 小 小型的單位 中小型 中小企業應該我想 綽綽有餘了 但是呢 如果你要做資料交換 比如說你可能要跟 其他人交換 或者是說你可能要跟手機 跟網 就是網 網站 資料做交換 可能還是需要用外部的 一些資料庫 那個難度就比較高 其實我在進階課程 會提到像 跟那個像 一個自由軟體 MySQL 做連接 或者像SS 也可以啦 MS SQL 不過 SS跟MS SQL 都是 微軟的產品 他是要付費的 那現在比較熱門 就只有軟體 因為他不用付 沒有那個 費用的問題 除非你是 有那個 盈利行為啦 他基本上是免費的 那基本上我們會 大概會提一下 有關那個資料庫的操作 然後其他還有什麼呢 制定卡 這個也是重點 應該都會講到 那另外的話呢 工作部的自動化這個 可能又比較進階了 那當然 因為 基本上我們 這個階段 的課程 設計還是以VBA入門為主 那另外我們還有一個階段就是這個課程的後面 還有一個進階課 進階課的話呢就延伸出去 除了說 小範圍的 VBA設計之後 後面還會有其他的啦 所以有些東西可能 比較高階的也許我大概就在這個課程裡面 看大家的 如果程度夠 當然我們可以補充 如果大家還是沒辦法跟上 那當然我們就是留在 後一個階段 再跟各位做說明 然後其他的話 工作表 另外還有像 從網路上抓資料這個 現在好像大部分很多同學對於網路抓資料 自動抓這個好像需求蠻大的 所以理論上我們會有一個範例 跟怎麼去從網路上撈資料 有一點關聯性 這個後面我們再跟各位做說明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 選課動機的話呢 大部分都是 自己想要提升 比較多 業務需求的話也有 再來就興趣 OK 其實學習這門課 最好 我覺得最好的是 可以先找一個問題 最好是自己有興趣是最好 因為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對這東西 當然會自己主動的去學習 OK 大概了解一下大家的一個 學習情況 另外最後有個問題就是那個 Email信箱 如果你有留Email信箱 我會在課後 直接把錄影 直接傳到YouTube 建一個清單 會主動的寄給你 當然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你們學會 OK 那當然 請珍惜這個資源 OK因為這個我想 也不是每一個老師都會願意這樣做 那之所以我會這樣做 其實我一直強調 我要有義務把你們教會 因為既然開這樣的課程 而且甚至 我的課程還有一些特色 就是 甚至還 兼顧那個 這個 售後服務 還有保護 沒有來開玩笑 我說我之後的話呢 其實我會有一些新的 新的東西會幫到我部落格 有的時候也會把它轉貼到 那個 那個那個論壇裡面 等於是有常常有同學說 老師 感覺很棒 因為一直 我已經 上完你的課很久了 但是一直還是有收到一些更新的 一些 一些 知識 我覺得 感覺還蠻好的 其實這也是 因為這種東西一定會 不斷還有 推陳初心 所以呢 學習啦 我覺得你就把它當成一種常態性 因為你不學習啦 說真的 真的很多東西你會跟不上 而且你會慢慢發現 好像 你跟身邊的人好像話題 有時候也沒辦法 他聊的東西 我怎麼好像 都 聽得懂 但是不知道怎麼接 OK 所以 這個東西當然也不只是用在工作上 我覺得 生活裡面很多地方當然也需要做一些自動化 而且需要更高效率 像出國旅遊也是一樣 有沒有 你出國旅遊 真的 一定要會善用那種 那個什麼 智慧裝置 你會玩得非常的輕鬆和愉快 應該各位應該都有知道 因為現在好像 出國旅遊已經不再像以前那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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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了 很多東西其實可以用雲端啦 可以用一些 行動裝置 感覺玩起來就是很輕鬆愜意 OK 那 因為我上個禮拜才 才去了一趟那個北海道 那 本來一般都是跟團 但是我 我這個人就絕對不跟團 因為太 太無聊了 去的地方都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地方都待五分鐘就要走了 感覺我這一趟行程雖然到了 但是感覺好像是 一閃就過了 那當然 所以我喜歡 自己選擇 反正我就待久一點 我去我不要去太多地方 我就去我想去的地方 但是問題是 你怎麼去 然後呢 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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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會發現北海道那個 他的光車票的價錢就嚇死你了 你如果火車跟台鐵一比 天啊 好像幾乎五倍以上的價錢吧 不過 就要做點功課 可以讓你玩得更愉快 OK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大概簡單介紹一下我們這門課程 那因為我 第一個啦 這是我的名字 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話 網路上很簡單 你就Google 吳老師 關鍵是 前面幾個 大概四個連結都我的啦 我的教學部落格 然後我的像YouTube頻道吧 還有像我的論壇 還有像我的FB 或者像什麼什麼Google Plus 反正一堆都排在前面 那為什麼呢 主要原因其實我沒有做商業 也沒有買廣告 很簡單嘛 因為我丟東西比人家多啦 而且 除了丟東西比人家多之外 丟東西也是大家想要的 很簡單嘛你要排在前面 原因就是 這東西是對的 OK好 那我當然除了教 這個 EASL VBA啦 手機的程式設計之外 大概 這些那大概簡單 接下來我稍微說明一下這門課程的綱要 那幾個方向 不外乎就是 因為我在劃分 EASL裡面的函數 大概分成五大類 所以我們今天會從文字開始 文字與資料 再來邏輯 再來日期與時間 數學與 統計吧 這三角 數學相關的函數 還有檢視與參照 OK 那其他的話 後面會再 不分類的介紹一些綜合範例 也就是說 實際上我的課程特色 就是盡量從做中學 而不是講太多理論 所以呢 因為你 看書我想大家理論上都看得懂 可是很多人看懂了但是做不出來 所以我的 課程的特色就是教你會做 為原則 OK 所以盡可能一定要動手做 好 這個大概方向定一下 接下來的話 大概跟大數據有關的 課程經驗其實還蠻豐富 所以其實除了我們資料工業經驗位之外 還有其他地方也有開課 最近的話 除了說 有EASL VBA之外的課程 其實我教的蠻多 從很早以前的 VBA VBA出來 超過20年 VB.NET 等等 一系列 最近也開了 Python 從那個VBA可以再 跨到Python 所以其實 他有教的這些東西 語言蠻豐富的 如果你有 比較想要多知道一些 有些東西呢 我也把它放在我部落格上面 所以你Google吳老師 裡面應該也看到一些其他 可能我曾經教過的東西 像手機的程式設計 像網站的建置 等等的 那這些如果你通通會的話 以後大家就是工業4.0 就會非常的輕鬆 因為工業4.0很多東西都全部串在一起 然後互相可以 聯繫在一起 達到一個自動化的目的 OK 那 再來的話我相關的 這個 簡介 經歷 那可能比較值得一提的話大概就是 在學校我有 教一些課 所以最近在 在源自有開那個像大數據分析跟App的課 所以前一陣子 那個 TVBS 有記者來採訪我 所以我有上過電視 但是可能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反應閃 OK那 其他的話大概這些 另外我YouTube上面的話 觀看次數已經非常高了 訂閱人數 之前看是 1.5K 不過現在好像1.6K了 不過訂閱人數跟那個網紅比大概是差很多 可是如果是專門教學的 我的這個 訂閱人數應該算是多的 不過如果 有希望未來還要繼續 看到一些新的影片的話 請各位 沒有 算了 不訂閱也沒關係 有興趣自己訂閱 因為我不是靠這個 我不是網紅 不過你會發現現在網紅很厲害 YouTuber 專門拍影片 最近 最近那個YouTube公佈 他們的收入排行榜 第一名 我看那個金額嚇死人 1400多萬 廣告金 沒有 當然是台幣 美金 美金就不得了 1400多萬 美金 那不就 億了嗎 對 千萬已經算不得了了 而且第一名是誰 各位知道嗎 台灣的 就台灣的啊 我剛講的是台灣的 之前有同學說是蔡阿嘎 沒有蔡阿嘎還排不到前三名 對 被你說中了 因為他所以他會被告 各位應該聽過古阿牧啊 我發現我 我會知道古阿牧是因為我兒子小學六年級 最喜歡看的就是古阿牧 那個連珠炮似的 解說那個電影 電影還沒上 所以慢慢我也可以學一下古阿牧 隨便可以隨便不要賺1400萬 賺個100萬我都覺得已經 但是 這個 OK 那也就是說啦 其實我覺得 新的工具 你會發現也會有新的機會 那會有新的革命 比如工業4.0 他就是第四次的工業革命 那意思就是說 會有新的機會 那意思說有新的機會 就會有人沒機會 因為他不學習就會沒機會 學習跟上就會有機會 那前提就是說你願不願意去更新 第三次的工業革命是什麼 比較大的是什麼 就是 電腦跟網路嘛 那所以20年前的同學 我那時候也在教電腦 同學問我說 老師 老師我到底要不要學網路 那那個同學後來 好像就馬上 就沒多久就被fired掉了 因為他有這個 其實 你要想的 其實不是要不要學的問題 是你不可能跟 潮流 唱反調 因為你的順水推 順水 推舟 永遠是比較順利的 你不可能溺水行舟 那那個趨勢跟潮流 你也不用去反駁什麼 OK 這東西其實沒有好跟壞 因為你如果不加入 你就輸了 就大概是這樣 OK 所以我也認知很清楚 像我們 你看我教 教這麼多 陳世宇 你說 老師你怎麼閒工 我不是閒工不多 我是一定要這樣子 如果我不這樣子的話 我會被淘汰 所以這個 可能這個位置就換別人做了 那怎麼辦呢 我也要推陳初心啊 對不對 我也要跟得上 時代潮流嘛 是不是 所以我也要錄影片 放YouTube 那沒有關係啦 其實YouTube 這個主要也是因為 之前主要也是幫同學 為什麼因為之前同學 沒有錄下來 他每一次下個禮拜 上課 同學又問上個禮拜的問題 為什麼因為 他忘記了 那每一次又問同樣的問題 所以我後來想說 乾脆我錄下來給你看好了 OK這個好方法之後 再也沒有人在問同樣的問題 因為 上禮拜都有嘛 影片都給你了嘛 你問的話表示你上禮拜 沒有回去複習 OK 不這樣 所以責任在你們身上 我會寄給你們 所以如果你沒有回去複習的話 那也許我會知道 因為上面有點擊次數 還有觀看次數 所以我會很care那個數字 像有些班級那個次數太少了 表示說 回去呢 都沒有看 OK 那再來的話呢 其他的話 還有像 因為我曾經有創業經驗 所以得了一個 傑出創業 楷模 等等的 OK 然後這個之前 TBPS去 原資大學採訪我 OK 然後 這個是 去年 106 今年 1月份 搬了一個 那個叫什麼 卓越貢獻 教師的 獎項給我 OK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搬這個獎給我 我那時候有個突然 在這之前就有突然有個念頭 我想說我教書這麼久了會不會有人搬一個獎給我 因為我看好像那很多什麼金鐘獎啊金馬獎 這老師這麼辛苦 可能不雅於那個演藝人員啊為什麼我們都沒有獎項了 沒多久真的就有 人搬獎給我 那最近 那個文大的那個推廣部 那邊好像也要搬一個獎給我 前一陣子找我去照相說老師我們要搬一個獎給你 真的嗎 最近有獎嗎 沒有啦 大概只有四個老師有得獎 怎麼這麼好 什麼獎 他說是 那個名稱還不好記 叫什麼趨勢先鋒講 趨勢先鋒 感覺還蠻好的 趨勢先鋒 意思就是我好像走到還蠻前面的 OK 所以 看起來好像就 OK 那證照部分的話我大概有三十幾張 不過這幾張天花 然後這是我的觀看次數 這是之前拍照的 然後因為這樣的關係Google每一個月都會付錢給我 會付多少錢給我呢 就是這個金額 不過也被mark掉了 不過這不重要 OK 所以我有時候出國旅遊的經費都是Google贊助還綽綽有餘 玩得還蠻愉快 還可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另外的話呢 證照中心也找我當諮詢委員 大概是這樣 我的簡介就介紹完了 接下來的話 最後 同學記得 就是Google 搜尋吳老師 最簡單 上面都有 OK 那 接下來 有關那個 上課的參考用書有必要 所以你 假設你手邊沒有 或者你對於是又不熟 我之前有這些書 那 參考書不用特別記 雲端上面 下載的那個連結裡面呢 也有一個講義 講義裡面有參考書目 我們這門課 裡面也介紹一本 這本書也會用到 這本書的話呢是 函數468招 意思是說 把Excel裡面的所有的功能 裡面函數怎麼用 他把它變成468個 函數 的範例 不過這要把它全部做完 我想你已經是達人級了 不太可能 不過 這本書你們不用買 因為好像 我們基金會這邊 我已經把它當成是參考用書 然後所以 應該下個禮拜 你們就會收到這本書 OK 好 那其他的話呢 像VBA 因為前面這本書 他的好處是 Excel裡面的函數 非常的豐富 缺點是沒有VBA OK 那 所以你要再 往上 一層 怎麼辦呢 坊間有一些書籍 我是覺得 這兩本我還蠻推薦的 蠻簡單的 像 Excel超圖解 Excel VBA 基礎講座 這個 然後另外有一本是 Excel VBA一點都不難 一鍵搞定所有報表 OK 其實他已經把 Excel VBA能做什麼的 都用 很 淺白的意思告訴你 不過 其實說真的這本書我看完了 真的 一點都不難嗎 我覺得一點都不簡單吧 所以 他主要是要強調說他有把那個VBA怎麼做 簡單的告訴你 但是我覺得 你們看完也許大家都看懂了 可是很多人看懂了 卻做不出來 才是問題 所以後來我發現 你們需要的其實是 怎麼教你怎麼把它做出來 所以我們的課程特色呢 重點就是擺在 幫你 解決那個 做不出來這個問題 OK 所以大概了解一下 其他這個進階書我想 這個可能是在後面 所以這個也想 有一個 跟資料會有關的 好 那今天的話呢 就會從那個 五大 類的函數 我把它區分五大類 的文字與資料開始 所以後面的課程 基本上 就是 會先講 這一類 下一類 一直往下 那 講的內容部分的話 基本上都會這樣 先跟你講函數 裡面還有什麼更往上的進階函數 高階函數 再來呢 銜接 VBA OK 就反正一步一步一步 由簡單 到困難 OK 另外的話呢 我們需要用到的檔案資料 其實就會用到 在那個我們剛剛 寫在白板上面這個網址 所以這個網址的話請你 把它直接 務必好 可能你們如果沒有登錄的話看到畫面跟我有點不太一樣 你們可能是像網頁一樣 因為我有登錄 所以像清單 那 這裡面的話重點就是 第一個啦 請各位 下載那個範例檔 點它兩下 這個範例檔 那怎麼下載 點兩下 上面有個箭頭 下載之後的話 請各位把它存在那個 也許是桌面 或者你隨身碟 把它存起來 因為它是一個壓縮檔 所以你請你把它解壓說 第二個的話呢 講義 這個是剛剛 雲端講義 裡面大概有剛剛講的那相關的那個 裡面帶上課的內容 或者是說 參考用書這邊上面都有 所以各位可以參考 那我是把它放在雲端上 好處是 就是 比較無恥化 所以 如果你要看 你要列印的話請自己再把 如果你不需要列印 我是建議 乾脆手機平盤上面也可以看 連接到 這個網址 一樣可以把它打開來 所以現在我基本上很少用到紙張 而且很少用 直接都 用那個無紙化了 這已經做很久了 那參考用書啦 等等的 另外 雲端白板 那什麼叫雲端白板 就是未來如果我們 這個白板太小了 寫不下 所以我把它寫到雲端上 也就是所有的參考資料 最新的資料都會放在雲端上 比如說第一個這個 那除了說我會把那個完成的畫面拍照放上去之外 將來如果要寫到VBA的話 因為可能很快寫完你一下子跟不上 在雲端白板裡面呢 也會有你需要的程式碼 跟 基本重要的畫面 像這邊有那個程式碼 有沒有 如果你實在是 寫錯了 或者寫不出來 怎麼辦呢 Ctrl C Ctrl V 應該會吧 先run出來 那回家 再找個時間 反覆練習就好了 反正這東西其實就熟能生巧啦 說真的 技能真的沒什麼 會跟不會而已啦 會就是 大概就沒什麼訣竅 裡面的話怎麼做的程式都在這裡 所以未來 你需要的最新的 資料 請你看雲端白板 當然講義也可以參考 不過講義是死的 他就是這樣子的 那 雲端白板的好處就是我可以update資料 比如說我現在要補充一些東西 我就直接把它打在這上面 你們可以直接在上面找 OK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課程 用到非常多雲端的相關應用 舉凡像YouTube YouTube也是雲端 像Google的四串表 Google的一些文件 等等的 那其實 雲端的應用 也是工業4.0裡面重要的一環 所有東西通通放到雲端上 供 那個user端做存取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請各位 先幫我完成 剛剛講的這些動作 待會我們要 進入到那個 第一個階段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待會的話呢 請各位連到那個下載的網址 下載 那個檔案 並且解壓縮 那解壓縮之後呢 進到第一個單元 就是文字與資料函數 所以你解壓縮出來之後的話 應該會看到 有一個資料夾 他就是那個 叫文字與資料函數 裡面有範例檔 範例檔1 請你把它打開來 那稍微了解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 囉